新美市卫生局日前颁发第九届的药室服务奖 其中新美市立联合医院不断有药室得奖 医院也是这一次唯一一所获奖的机构 这次得奖振奋了药剂科全体药室的心情 也期免未来继续为民众好好服务 民众生病求得看医生好好按指示吃药是痊愈的方法之一 新美市立联合医院以照顾病患为宗旨 不断地改进各项服务 日前获得了药室服务奖的肯定 那也很谢谢项院长还有各部 就是部会的长官 从事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那其实我们每位药剂科的同仁都非常认真努力 那在调剂正确药品 临床药室服务等等之类的一些贡献都是蛮不错的 那还是非常感谢所有来源的民众 所有长官支持我们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在药剂科提供的各项服务当中 以药袋的改良和标示可以说让民众最有感 另外针对视障者还提供了点字板 院内也做的贴纸来协助标示 我们药袋上面都会有很清楚的说明 那除了文字上的说明之外 我们还有图示 就是说早餐什么时候用 午餐晚餐饭前还是饭后 甚至有做一些点字贴纸 可以提供四张的民众使用 那我们近年来还有推展说多国语言的味教 因为我们现在新住民很多 药师每次初药之前也会反复再三的确认 并且向每位领药的民众提醒相关的用药事项 贴心又亲切的服务态度也是今年可以获奖的原因 地角沈正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